四哥仍需要休息 若明日去皇陵 又免不了一番车马劳顿 我知道 但是我之前已经答应六弟去了 不想让他失望 而且我也想趁此机会 解开跟母亲之前的心结 这样大家都安心 你说呢 好吧 那你也得答应我 等看完孙夫人回来 必须得去一趟三九堂 让我师兄好好给你整整卖 好 我答应你 三宝 去拿些栗子过来 我与殿下拨一些 迎日给孙夫人带去 好嘞 还是你最懂我 是不是马儿错了 希望还来得及回头 到黄陵 大约还有一个时辰的路程 好 我们稍作休息 便可以出发了 便可以出发了 给我 陈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当然记得了 是在山林里的莫然轩 你晕倒在心旁 而我恰巧路过 是啊 打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就在照顾我 我真的很感激 婉儿客气了 婉儿客气了 你在我心中 就是最好的朋友 最亲的妹妹 婉儿我 我和空城都非常喜欢你的陪伴 若你没有酒居之所 在献娶之后 我可以接你回三酒堂 不知你愿不愿意 我知道逊哥哥的好意 但是酒居三酒堂 也不太合适 但是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好 若你有需要 随时来我三酒堂 也不太合适 像是这么久 逊哥哥好像从未单独 听过我的情言 趁着这月色 我为你弹奏一曲可好 好啊 让我心知己 让我心知己 不太合适 也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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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合适 来来来来 刚出锅的鱼 真是太香了 我来我来吧 看你摆的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这怎么还没来呀 好 夫人 您别着急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母亲 很快就来了 殿下 殿下 他们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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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四哥 孙氏 参见朋友 母亲快快请起 我还是您的康儿 康儿 母亲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您能来 我真的很高兴 儿子也是一样 你妃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多谢夫人 三宝 母亲 你提起了 怦的 还画蜜儿 康儿 那是小鸟儿 你真的将说 你什么叫做 但是我觉得 有些荷儿 肯定是荷儿 让你拿来 户子 我你等着 这些花草照料得这么好 只不过是一些乡村野趣罢了 青青园中葵 朝露待日夕 阳春不得则 万物生光辉 这首诗还是小时候 母亲交给我们的 是啊 现在想起来啊 那个时候也像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俩一左一右 咱们围坐在一起 风吹着这园子的草木 真是太美了 你们两个那个时候 真是太淘气了 整日的跑来跑去 一刻都停不下来 真是每天吵得我头都疼 康儿 快来 好 你看啊 母亲给你做了一道 你最爱吃的菜 快鱼唇羹 来 母亲 我自己来吧 四哥 我来 你就别客气了 母亲为了给你准备这道菜 提前两天 就让我到河里去抓鱼 快来尝尝 好不好吃 好 好吃吗 好吃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 小时候的味道 母亲喝 好好好 那多吃啊 快快 炖筷子 康儿啊 怎么样 好吃 多吃点 母亲 来 有地 好 多吃啊 好久没有见到夫人这么开心 你照顾夫人有一段时间了 她身体怎么样 就是偶尔有些咳嗽 说是老毛病了不碍事 金陵王也十分孝顺 总是来看望夫人 吃这个 来 这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好吃吧 好吃 来 好 这样真好 夫人总说自己能够活下来 都是彭承王的恩典 她现在每日试弄花草 过得十分知足 只是她特别期待能够见到彭承王 现在终于如愿了 你这闻的是什么酒啊 怎么这么香 这是夫人亲手酿造的牡丹酒 平日从不假手于人 而且碰都不让人碰 说是要等到彭承王来了 才能打开 你闻闻 果然是好酒 看来孙夫人对彭承王 真的是疼爱有加 你这镯子 我之前好像见过 孙夫人送你的 我把这酒送过去 一会儿还要在寿院上献取呢 丽妃 你也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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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谈得太好了 我就说吧 她秦义是一绝 来 我们喝酒 来 我们祝母亲日月昌明 福寿安康 福寿安康 谢谢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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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大家 来 坐坐坐 觉得这酒如何呀 实在是人间难得的佳品呀 这牡丹酒啊 想要酿成也真是不容易呀 我也是尝试了多年 才得了仅有的这一坛 我特意在今天才打开 是啊 能喝上这坛酒 还是沾了四哥的光啊 那谢谢母亲的厚爱 淳房 给他们倒酒 是 来 康儿 这酒的性子啊 最温和了 喝多了也不会伤身子 今天大家都高兴 不妨咱们敞开了喝 好 没事 来 康儿 来 不醉不归啊 来 来 不醉不归 今天大家这么开心 我再为大家弹奏一曲吧 快去啊 好 他弹我们喝 再来一杯 来 来 不醉不归啊 来 康儿 再来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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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